所以请总你可以偷偷帮我们讲一下 蒋万安他的这个行程 大概一整天会有哪一些必要一定要跑的吗 你说他要去公园 就我所知道有些也是六七点的行程 所以你说今天高家宇 在那边说蒋万安是讲王子 然后不谈事 这每天只会公园握手 人家至少就握手这件事情 比林志监做多好也不知道 至少他也起个大早 裤子也没有破洞 然后去跟选民很礼貌的寒暄 去了解市民的需求 我觉得就这件事情来讲 如果高家宇在那边痛批 蒋万安是讲王子 那林志监算什么 就是敬会帝啊 就是更进阶而已啊 好命倒不行啊 这怎么会是苦情呢 你难道真的绿营的选民跟年轻人 我刚才所讲的 现在真的很潜谍又很好骗 就像我昨天也在脸书上面发文 我说高家宇为了表忠 然后去骂蒋万安 然后一堆我们本来 有一律的绿营选民 就突然又回过头来就说 高家宇果然还是绿营自己人 你看他还是会骂蒋万安 帮蒋万安 帮高家宇缓甲嘛 我就在脸书上说 我觉得绿营的选民真的 好骗到不行啊 他演个戏给你 你就以为他真的回归到 我们民进党的这个 政治的选战里面 他在2018年的时候 就是背词姚文志 然后暗庭柯文哲不是吗 为了要选立委他可以做到这样 一点党性都没有 那时候姚文志的竞选发言人 气到说 那你要这样子的话 高家宇请你退出民进党 那高家宇怎么说 高家宇反串说 姚文志你应该要持立委 展现你参选的决心 然后这样子跟民进党的候选人互干 那那个时候他保持的战法是什么 就是骂 丁手中给你看 然后也不帮姚文志 但是实际上面暗暗的帮助柯文哲嘛 2018年我跟你讲 高家宇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 他今天骂蒋万万给大家看 骗一下绿营的选民 绿营选民就相信 那实际上他还帮助谁 帮助黄珊珊啊 就长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必须要讲啦 今天高家宇进去 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 至少我们大家选战期间 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很欢乐 也许他又在背后被刺陈时中 或在他背后做一些眼球活动 翻拜演什么的 至少还可以恶心一下他嘛 我们大家把政见摆出来 把一些竞选的这个招放在一起 回到头来我们再继续讲林志坚 林志坚今天被高家宇 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样打了不想吗 他所骂的讲完的每一句话 都射回去给 他最一个最新的 最新的打回去给这个林志坚的 他讲的是说 哇现在这个关于论文的调查 已经没有这些教授跟学者敢出来讲了 这个潘朵拉的盒子就怕被打开 我昨天就跟他在同台啊 他就在讲这件事情了 然后他就讲说林志坚的论文啊 那应该要拿出就是说你 因为我前一段是我讲的 我就说林志坚这个论文解决方式很简单 你去写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跟你的老师会有一些 email的往来不然我那个word 我写了一段你写一段 大家贴上去的时候 那完全前言不搭后语嘛 所以就连你大学做报告 你最后一页的powerpoint会是什么 分工 就你也会写很清楚分工 避免有这种freerider 一定都有在手机里面也好 电脑里面也都有 可是他接受黄光琴访问的时候 他却说他找不到 他还要再找 对所以呢 高嘉瑜接这段话之后 他就讲说什么 他觉得要拿出这些东西来 所以确实就是狠狠的打理 就他没有帮林志坚讲过一句话 那确实这也是正确的啊 我觉得民进党大多数人 要学学高嘉瑜好不好 就不对的事情你就讲嘛 像高嘉瑜先前就呛过很多次陈时中嘛 他说什么 500块以下血氧机在哪里 找不到网路上面买 你要合格的依采500块以下的血氧机 没有 就搭疫情期间没有血氧机采购不到 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办法买又很贵 这个问题 高嘉瑜他民进党的他点出来嘛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对啦 所以为什么他当天被找去的时候 哇底下申略全部都在骂他 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一些 陈时中的激进支持者 你们好歹里面有一个立委是 陈时中做不对的时候他点出来 结果陈时中当时是怎么对付高嘉瑜的 大家还记得吗 对付他现在的竞权党部主委 我觉得陈时中才真的是一个被鼓的人 他当时怎么做 他为了选举真的不择手段 他那时候把高嘉瑜的脸书在讲这个血氧机的事情 然后呢说是假讯息 转传的人要罚300万 转传高嘉瑜的脸书 关于血氧机500块以下买不到 罚300万公然 指挥中心记者会 就你现在为了想要票嘛 你想要票嘛 那高嘉瑜拜托 你来做我的竞权党部副主委 你别问我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国啊 是把人家嘴巴封起来 坦白讲就是想要让高嘉瑜封口嘛 你做了我的竞权总部的副主委以后 你就不能再讲说血氧机 快筛疫苗有问题 这都是以前高嘉瑜有质疑过的喔 不能再讲了嘴巴封起来了 我问你可不可以来当我的竞权党部总部副主委 如果你说我不要开除党籍 你看我们选举民进党南港内湖的立委 不配合夺离谱发动围剿他 所以高嘉瑜几乎是受到二次家暴 就一次林秉说一次是民进党内部 那些全部都是民进党的不是反串 我告诉大家不是反串 我一个一个点进去看过 每一个骂得知难听 高嘉瑜都可以告的 所以民进党有一些 就是那种比较激进的选民 就是最挺陈时中的那群人 你这样子对你们党内的人 人家当时去监督你的时候 他讲的也是大实话 然后你们骂他 陈时中修理他 陈时中攻击他 在指挥中心要羞辱他 然后现在想要票了嘛 那边有票嘛 然后你怕他讲你 怕他在你背后做眼球运动嘛 逼着他压着他来做你的主委 然后呢 还在让你的选民去攻击他 你看这个政党是不是很二职 所以我觉得是必须要帮高嘉瑜讲几句话 糟糕的人是陈时中 为了选票不择手段 他昨天有给你显露出 他有一种那种就是被逼上梁山的感觉 他没有讲说被逼上梁山 但他确实有提到说怎么分给他的选区都是 他分到的选区是我的选区中山西医区 他说怎么都分到这种的 为什么何志伟都分到中山大同 因为中山大同比较绿嘛 那我们选区就比较懒一些 他就有点觉得很无奈 然后他也觉得底下攻击他的那些人 让他觉得非常无奈 他也会觉得说为什么 好像那些人蛮支持焦糖的 但呢对他却就是大肆批评 他也觉得非常的无言 所以我觉得最可恶的事情是 你看这些事情到现在一个段落 陈时中有出来替他自己的竞选 怎么你找的 副主委讲过一句话吗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所以我会认为陈时中 他就是为了一个要当选 会不择手段的那种类型 所以执总你说啊 他这样讲他能够不讲吗 他以为帮到陈时中 或者他是来帮陈时中的 结果他一巴掌直接打在林智坚脸上 但我必须说啦 陈时中这种类型也是最可怕的类型 就是为了票不择手段 以前伤害过的人都可以假装没事一样 他想去那边办个笑脸 他说不然你当副主委 那说好听一点是 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团结胜权 说难听一点就是就近看管 我给你一个职务 你如果再给我那边搞七年算 在那边偷戳我 或是按住谁谁谁 那我就开除你 我想高嘉宇有这个 2018年的前车之鉴 不管是陈时中 或者是民进党其他操盘的人 当然还是会有一点反背之心 但是除了我刚才所讲 陈时中的这个个性是比较可怕之外 因为他为了选票不择手段 但就是民进党的党性 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被威胁到的 还是蒋万安本人 因为以高嘉宇的个性 他竟然不能在背后捅这个陈时中 那他想办法一定是搞死我们蒋万安 一定是这样子 包含现在网址的言论就出来了 然后现在一堆彻翼最常做的就是 不然鞋筒把什么东西拿出来 都讲一些很低俗的 一些爆料也好 或者是一些 也没有证据空穴来封的东西也好 都讲这些五四三的东西 那高嘉宇他既然不能骂陈时中 被救进看管了嘛 那他现在炮火很猛烈的打蒋万安 我觉得蒋万安他现在的确啦 有些时候我刚才所讲的 我都很公平务实的去看待 国民党跟民进党这一切 就像刚刚民进党办那个国际的学生的竞赛 我觉得很棒啊 其实国民党可以学习 也可以增加跟学生的互动跟了解嘛 这是很好我们可以参考跟借进 那当然他这个是一个选举手段啊 好的部分我们留下来 坏的部分不予置评嘛 但是高嘉宇有没有讲错 的确我们从五月底到现在 蒋万安被提名 他的竞选的架构 当然蒋万安跟我们讲说 他会很快的决定 那其实我也觉得越快越好啦 把这些阵容找出来 把这些名单里面勾 名单勾一勾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去问嘛 你总是现在可能人家还没有点头 但是名单可能要 先有有一个复案备案在 然后慢慢去问说 谁可以当发言人 谁可以当这个 组织架构的人 就像 你看现在高嘉宇 他虽然负责的是选区 好像是 他有一些票 然后地方有一些经营的组织 但是 陈时中最看重的还是高嘉宇的网络声量 因为陈时中他自己才刚创粉丝 然后他最近也没办法去唱 下午两点的这个指挥中心记者会 他的声量一定会消失 那炮手是谁 炮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高嘉宇 打了蒋万安 昨天全部都是高嘉宇的新闻 都是高嘉宇反击 然后反酸蒋万安王子 一整天的新闻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蒋万安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炮手 可以回击去打陈时中 目前好像没有看到 就是我们议员当然有帮忙 可是在他们团队里面主架构 我觉得蒋万安还是不能第一线 亲上火线去面对高嘉宇的炮火 因为他的人设 我觉得选举就是讲感觉 讲人设 我们蒋万安第一线战炮火跟高嘉宇对坐 然后两个人在那边打得不可开交 这像什么话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 不管类高嘉宇 或者是跟高嘉宇一样难言善道 然后有炮火 有网路上面 有办法争取选民的人 这个一定要赶快把它找到 越找越好 是 我们主席都说中道理性了 不是到你那边留言吗 说中道理性 不与自评 这样看有没有票 有时候不中道不理性 会有一些其他的票 我们先看下网友乌撑的抖内 他说这领品书被释放 基本上就是警告了 阿中团队里面的那个人 想好好做事 不然黑掉满天飞 现在阿中团队里面一堆人 都跟领品书有关 这甲鱼的转变 转变就很明显了 姚之哥 那你觉得目前为止 张善政接球接的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 请小新员再帮我们评一下 不管是裤子破啊 或者是他去刷头桃源女士 重温爱妻回忆等等的 现在张善政主打是 你要是选的是市长 而不是偶像剧男主角 现在民进党不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操作逻辑吗 就是从一路下来 今天裤子破了有没有声量 有啊光里面就已经帮他做十几分钟了 不只哦 包含绿营的侧翼梗涂齐发 每一个人都在刷出 他裤子破了裤子破了 对那就是 好可爱 裤子破了也可爱 没有朱凯昌说超人内裤本来就穿外面 哈哈哈哈 这就是民进党的方式嘛 然后蓝营的呢 再去骂他一下 拴他一下 他声量就高起来了 不都一直都是这样吗 从韩国瑜到现在 一路在我们的操作模式永远都是这样 但是蓝营的东西 民进党会不会管你 他根本懒得理你啊 你光看颜宽衡就知道了嘛 你光看之前的那 所有的不管你蓝营丢出什么 他就给你冷处理 搞不好还有人以为是王鸿威要选桃源市长 而不是张闪正 真正这一把我一直在讲的 真正帮到的人是王鸿威的这个料 而且这个料当然不是鸿威一个人去拿到的料 当初这个料是从绿营里面流出来的 多棒的一个契机啊 一个素材 结果你们朱立伦就是以中道理性 然后现在冷处理 那就把这个料 我给你讲谢谢乔鑫啦 乔鑫真的是聪明人 他知道鸿威一个人不可能撑 所以乔鑫是仅次于鸿威最认真到处去收集 有的没有的 然后尤其我看他很厉害 他直接往学术伦理上面去招呼 他拼命的去在学术伦理上面去 因为我要准备写论文了 我要思考一下我可不可以跟同学一起抄 弄巴衣一起写 这样不算抄袭 这就是巧新的聪明嘛 但是整个党里面除了你们两个之外 当然大家小的小鸡都有在做 问题是整个朱立伦有没有做 不做啊 你现在整个王宏威的论文 现在已经冷掉了你知道吗 接不上来了 那请问下一个要接什么 不会有东西 因为主席从头到尾就是要中道理性 他就不要这些候选人们去吵吵闹闹 所以他也挑不会吵吵闹闹的候选人 包括蒋万安 还有你现在问我的张善政 他不会有这个东西嘛 你要寄望他们吵什么 不会有这个东西 我那时候不是也跟你说 我觉得张善政是最好的时机 林之间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你再继续把它弄下去 把它对比成草包 台北跟新北跟桃园两个草包 一个人每天只能挣得漂亮 不怕流皮水 另外一个呢 出这些书 今天还出书叫做 那什么 从医初心 什么破例什么什么的 温柔的温暖的破例 什么温暖的破例 温暖的破例 你看也没人记得 但是这多好玩的梗啊 初心你可以把它变成初心 还有多少初心 我忘了要买疫苗的初心 对不对 我忘了快晒要准备好的初心 我忘了王必胜很忙 还给他那么多任务的初心 我还忘了很多孩子走了初心 我初心 我觉得议题要持续下去 可是现在你问我张善政在打什么 因为他不会打什么啊 因为刚好跟党 整个国民党的设定路线 中道理性就是一脉下来 一定会持续继续的捕烂的破例 这个是朱葛春夫 我以为你有听到我耳机 我吓了一下 我好像你是有听到是不是 这个因为这个粉专跟我很好啦 朱葛春夫你祖骂 还有朱葛春夫你他妈 他今天马上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然后你要看 你看那红色本来是天下文化 他还把它改改成桥下文化 很厉害啊 这个粉专真的很 有时候真的很讨厌 大家有空可以订阅一下 朱葛春夫你祖骂 然后另外一个 有没有看到黄色那个字 谢谢我们导播 朱葛春夫你祖骂 他们两个粉专 好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些 张善政会不会打出东西 不会啦 所以我本来说张善政非常可惜 因为林志坚被打成草包了 这刚好就是我们新闻六大性里面 其中一个叫做反差性 林志坚的抄论文 草包提不出证件 每天在这边破裤子 张善政只要把他真正压箱宝 硬实力拿出来一字排开给你看 我跟你讲对比就出来了 然后所有人就会开始去看到 张善政的好 那张善政要适当的给一些炮火 比如说那论文门 他尽管是确诊 他也得出来酸两句嘛 而且他学者啊 而且他可以用什么 谁叫你像 要像罗友志 徐晓星这种酸法 晓星哪比我高等啊 没有没有 我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用高极酸 高极酸嘛 因为你是知识分子嘛 你只要把你的论文 或者是你什么样的内容 我相信你幕僚 一定可以去做个功课 你挑出一个跟林志坚的议题 比如说他那个议题叫做 拍一个直播 然后来分析他的论文 也可以啊 卡方检定是什么 哥伦利亚学派是什么 那个直播绝对有五千 密西跟学派是什么 刚好帮大家上个课啊 很好啊 其实有含金量很多的一个直播 对啊 可以学习啊 他不是有张善政的讲堂吗 对啊 那个讲堂刚好当老师嘛 对 对不对他来评张善政 也没错啊 巧琴讲得对 来评一下林志坚的论文嘛 我觉得也不错啊 看看林志坚他自己懂不懂 对 可是整个到现在 张善政做了什么 没有啊 所以我那时候会说 张善政如果真的愿意做以下 哒哒哒哒 那时候我讲 他可能会是这次的六都之首 因为整个议题就在他身上了 他可以一路的高级上去 然后跟林志坚拉开距离 桃园一安定 那好棒啊 新北安定嘛 然后就联系带动了谁 讲话啊 整个北部因为张善政而安定下来 结果现在呢 没有啦 因为你要中道理性啊 你就不会有这些操作嘛 你也不会有这种思考逻辑 你也不会有打感觉这种东西 这一路张善政一定会打自己的 柯智恩打自己的 蒋万安打自己的 然后他们三个人呢 都要小鸡帮忙 这是未来 2022选举我相信这不用我再讲了吧 这你觉得你告诉我张善政 或者是蒋万突然来个金句连发 我会很讶异啦 不太可能 对 然后你桃园一定得靠这些 可能还得靠沾江春 对不对 搞不好还得靠徐玉树 还得靠梁维超 对 然后台北呢就得靠徐巧新 游淑惠杨子斗 沾维元 然后请问你属将呢 所以你问我张善政现在打什么 他哪有打什么 对 就躺平啊 就继续这样子中道理性 一直到年底都中道理性 我当然知道朱立伦主要想要把 区隔出来 民进党穷凶极恶我们中道理性 那也是一种反差性 对 可是没人看得懂 你太高了 我们也很理性 我们只是比较幽默一点 高级酸嘛 这个年代有个叫高级酸 小新人我要问一下 其实包含就是刚刚有这个话 一个小时的时间告诉我们说 打一场有感觉的战争 就是民进党很会打选战的方式 那不光是我们刚刚讲到 哎这裤子破 其实我们通常跟你忙了什么几个行程 可能没有那么有关系 但裤子破当然也是绿营的梗涂齐发了 那还有我们也记得说 包含的是之前的这几场 那还有昨天其实包含了相关的媒体 也帮他去做一则新闻 就是桃圆女婿最喜欢的鹅肉店 林志坚来重温与爱妻的回忆 当这一些有感觉的梗涂 还有有感觉的故事 启发的时候你怎么看 我也很有感觉 他几乎每一篇贴文底下 我都有去留言 因为这篇我特别去看 大家请注意 这篇绿营的测语有多烦 他就说呢 巧新已经正在停车了 等一下马上抵达战场 我跟你讲 反正塔律班很喜欢笑我什么900块再回去讲 但因为我自己都笑自己了 所以我就觉得没差了 我也推荐这件事情告诉你说 如果你能够承认你自己论文的错误 然后呢你久而久之 你已经跟这个习惯相处了 我再去酸你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有差 你就能够真正的往前走 但到目前为止 林志坚他完全没有打算这么做 他就打算归到最后一刻 所以他现在呢 脸书上他每天翻好多文 他的文多到我有时候跟不上 发文速度之快 那他都在干嘛呢 都是发一些洗白文 然后可是他的小编又有点没有sense 就还是一样喜欢帮他拍个大长腿 帮他拍一些帅照 然后写一些就是可能吃吃喝喝之类的 他就想用吃吃喝喝 就选上桃园市长 他就是这样子一个智奸宝宝 然后每天搭着郑文餐的车车 然后在这个桃园市里面这样子游荡 然后到处吃东西 可是你看 他去吃这么多桃园的美食 就是不去吃超手 就是不去吃超手 你看就 就他们就是心里有个东西就想要毙掉嘛 然后前几天他不小心po了一个说 你看有超级月亮 我就有了去回他说 真的有一个超级月亮 超超人 超超习的超 本来在新竹现在到桃园了 所以你知道吗 他不断不断在洗白大家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必须用很幽默的方式 告诉大家说 论文这个问题他是还没有回应还没有解答 只要他不承认这件事情 那就会一直这样下去 那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在高洗白 谁呢 就是陈时中 他不是出书吗 他就说他要出他的自传 讲他就是可能从当牙医开始啊 然后他的生长故事啊 然后等等的 可是他 我相信我还没有看他的书 但我觉得可能会漏掉一段 唸给大家听 这是在PTT上面 以前有一个 以前有一个就是这个病患 他就呢 好这最早我看到 他就去看过他的牙科 他本来要挂另外一个医师 但当天就没有办法挂到 所以就挂了陈时中医师 他就在PTT上写说 不推荐陈时中医师 因为一个医生就算技术太好 对待病人的态度很重要 而且他的技术我不觉得怎么好 很冷淡 完全没有耐心解释病人牙齿的状况 而且当天治疗牙齿也要跟病人讲一下 态度很敷衍 治疗以后 他跟 我问他我的牙齿情况 他还一直写病例假装很忙 没空理我 示意要我赶快离开 一副就很不耐烦的样子 时不时打嗝 虽然戴口罩 但感觉相当恶心 他会一直打嗝 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有喝酒 喝酒之后可能会打嗝 但总之 这是十年前的一篇文章嘛 所以其实也不太可能 有人是为了要 黑今天的诚实 陈时中才去写这样子的文章 那我自己阅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我就觉得 这就是我们认识的陈时中啊 对 叹气 不耐烦 示意你赶快离开 要做什么事也不跟你讲 技术也不好 然后卫生习惯不好 要么挖鼻孔 要么鞋子不穿好 要么打嗝 这就是我们认识的陈时中 所以陈时中跟林志坚 他们都在走同一条路 就是民进党最擅长文宣战里面洗白的大戏 但是我觉得今年不一样 我觉得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没有那么容易就洗白成功 像陈时中他说他的三大荣耀 第一大荣耀是什么呢 骄傲的是 是疫苗 第二大荣耀 快筛 第三大荣耀 药物投放即时 你就把你做最烂的三件事情 反手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你就反手告诉他说 这就是我的功劳 这就是我的政绩 可是台北市民真的没有这么好唬烂 林志坚的论文案 甚至他不会只在新竹或是桃源发酵 我认为对于台北市 陈时中的选情 也会有负面的影响 好我们谢谢小新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网友 刚刚稍微的抖内 包含Lensny的抖内 他说选举接近了 就黄色网站的机器人账号 又随着这些 绿植网均大举入侵 我们的频道来洗白 就如同2018到2020的时候 一模一样 包含还有像是我们的Sally的抖内 他说用高是好骑 一方面可以来封高嘉瑜的口 二也可以吸引着男生的选票 而高嘉瑜是一个超级投机者 只会偶尔去演这炮打民进党的政策 他说真的这个立愿审法案的时候 又是违背民意的投票部队 直接批他高公主 而自己只是会蹭板 蹭板面的投票部队 好感谢我们的网友的抖内 那当然在第二小时呢 除了悠悠之歌 持续陪我们以外呢 当然还有非常优质的来宾 也持续加入 也呼吁大家慢慢加入 我们的这个周末大曝挂 您可以上网搜寻中天的 大新闻大曝挂 看到我们的频道 记得按下订阅之后 就可以打开聊天室 一起来聊聊天了 好我们要先欢迎我们的 第二小时的节目来宾董哥 大家好 他们的汉庭议员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他们的最好哥 主持人大家午安 好董哥我们要稍微问一下 其实刚刚我们在上一个小时 谈了很多感觉的东西 包含蔡总统如何的想要表达 他接近年轻人 包含的像是林志坚的裤子也破了 那当然现在看到的是 陈时中也要跟上这个 有感觉的这一波 他在今天就跟大家说 阿中的新书要等你来阅读了 刚刚这个书的恶搞版 我们有这个已经把我们 Cue出来了 不过真实版啦 他的新书名称叫做 温暖的魄力 陈时中的从一初心 他还特地释放了一个短影片 那影片就是他疯狂在签书 看起来真的很有耐心 也绝对不会不耐烦 看起来也绝对不冷漠 用这样的影片释出 不过温暖的魄力 其实也让大家不禁想起 之前主打温柔坚定的林静怡 是不是又是同一套路数 又出来了呢 东哥 对啊当然是 我们可以看到陈时中 他其实要选已经选很久 这本书已经 至少写好几个礼拜了 对不对 好几个礼拜好去印刷 去打印对不对 那时候他其实已经赌定要参选了 那他现在这动作其实说明了 当初他早就无心在指挥中心 很明显 那苏登上帝要讲说 他这些年来在指挥中心 参加了多少场了不起啊 怎么样 那这个其实就刚刚如同小薰所讲的 你三件最得意的事情 刚好是最露气的事情 陈时中今天他做了这些动作 还要讲一些比较温馨的故事 譬如说他过去办了利卡 然后没有 本来想去美国 后来觉得还是要留在故乡打拼 那他打拼什么 很冷漠的对待病人嘛 刚刚你听齐小金讲 十年前人家写的文章 总不会是为了你今年筛写 早就知道你要写 拿这篇文章来吧 不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陈时中 他过去当牙医老实讲 你在牙医界也没有听说 他医术有多高超或怎么样 对不对 他不是以这个 他是以当牙医这个做跳板 过去在现在 你知道台湾有 每个县市都有牙医师工会 对然后帮忙摇旗呐喊 对摇旗呐喊 然后他是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 联合会的理事长 就代表前中华民国 那等于说你每天做 在做的这个就是到处去 接纳很多人搞政治活动嘛 这是等于说牙医师界的龙头耶 是全省共同的牙医师工会理事长 共同选出一个总理事长的意思 所以你知道陈时中 他这些年来就是专门在做这事情 从陈水扁时代帮忙去浮显 然后蔡英文时代写医疗白皮书什么 所有这些动作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政治的人 可是又要装作自己很专业 那我们看到这些专业 其实都是让国人最印象深刻 到处在排队 试问哪一个人 哪一个家庭 没有一堆人去排队买口罩 没有排队等着要去打疫苗 没有排队要快筛 或者要做PCR 每个家庭 大家都有亲戚朋友在干这档事嘛 那这个叫什么超前部署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陈时中 做这些事情其实令人汗颜啦 可是他今天大啦啦的 还远然与临近党 所有的县市的提评人 他远然与领头羊那种姿态出现 那所有看到他这一动作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其实早就无心在指挥中心了 那我们其实觉得台北市民 他的眼睛是写亮的啦 陈时中想的无非就是我可以气饱嘛 就像王世间所讲 陈时中可以哪百分之42选票 那42选票是怎么算出来 基本盘35 然后他再冲一下 哪个跟过去陈水扁差不多的情况 陈水扁选台北市长民革83年 那41的选票嘛 那用这样来算的话 南京分类蒋万安跟黄山山的话 那当然就陈时中当选嘛 他们想的就是这样 林家龙想的也是这样嘛 每个人选台北市心里都在想 反正有黄山山在拉蒋万安的票 我们就可以当选 所以他们一直去鼓动 去支持黄山山 让黄山山的票慢慢飙高嘛 很多记者问我说 啊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说接下来他就会被气饱啊 又慢慢就会归对了嘛 那你今天看到这种情况 你就发现陈时中早早 以来他就一直想方设法要选台北市 那想方设法就觉得说 他在台北市可以有大大的作为 为什么各党派支持他 因为他联系大了 他即使当选以后对各派都没有威胁 他不会想再上层楼嘛 已经没有那个联系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起心动念 那到今天 在前代会里面出来 这些动作 其实都是一贯的 包括出书早早就在写了 然后你问他他都表示没有 不会吃碗内看碗外 你在吃碗内看碗外 打完的时候还回去再写书 所以可以看到了 整个陈时中 他想法都是这样 那其实最可怕的是怎么样 他现在把整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这些人马全部是他的人马 下来还会时不时的帮陈时中助選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他有太多的行政资源嘛 那用这个资源下去做浮显的话 大家很清楚啊 民进党靠的就是行政资源 还有媒体跟网络 网络这样每天帮他们带风向 然后去打击其他的人 那最重要就是民进党有很中心耿耿 死不要脸的检察官们 他随时就出手了 过去郝隆斌要进选连任 连台北市政府的都被检察官搜索啊 搜索到秘书长办公室翻箱倒柜 下面几十个记者在那边拍 那表示什么 表示你郝隆斌政府你在贪污啊 结果最后呢 这郝隆斌显赢了 这个案子连起诉都没有啊 你连起诉都没有 你去市政府翻箱倒柜说 我要来搜索贪污 那你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帮忙对手选举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嘛 那这样的检察官高深 高深到了岩头当主任检察官 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 民进党的部署 我们看这么多年来就很清楚了 动用公家资源来浮显 然后呢 把持媒体 台湾90%的媒体 就是民进党在掌控 网络是95%以上 那第三个就是施法 施法下来的话 各位要不相信的话 怎么会有16个检察官 去看着颜宽恒的所有装脚 那这个就是完全摆明了嘛 怎么会有检察官 开始对林芝妙 什么有兴趣 然后时不时就丢一点 给立营的媒体说 什么一卡皮箱什么什么 随时就丢出来 然后把你楼令一番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情况 我觉得台北市 当然蒋宛安 现在可能稍稍领先 但是要十分提防 民进党所有的恶劣的手法 是佩坚 我们要请友志哥帮我们爆一个料 但是呢 我要先感谢我们网友刚刚在里头的互动 大家也其实反应很激烈 也感谢沈浩宇的斗内 他说说谎的破例 陈时中的无良野心 他比较想要看这本书的样子 来友志哥 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料 每一天都有准备一些给大家 那今天要讲的其实是 也许你在过去的这两年之间 对他开始很熟悉 因为他常会上很多的节目 然后他的形象也很清新 那另外讲的也很漂亮 不过他是很辛苦的急诊室医师 他叫做田之学 好我们把时间先倒回在2020-2019的他 是因为呢其实在2020年的1月3号 他曾经PO了一个在急诊医学会 忘年会的这个现场 其实当时应该是疫情还没有爆发啦 爆发前的事情 那时候的这个急诊医学会上面 陈时中部长也来了 他当时呢 在这唱完歌之后的一番话 其实在田医师唱歌之后他讲的话 他也提到了 这一年多来加入这位福部的原住民 健康咨询委员会下来 他其实是希望说可以帮忙改变 现在的原民的医疗 偏向医疗的不足 他也立下了很多承诺 当时他就被那时候的陈时中部长 给活生生的圈粉了 也说部长我代表台湾的原住民 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们讲的是2020年的1月3号 时间倒回到现在 现在我们的田之学医师 他的第一段话 第一句话其实是高脊酸 新部长新希望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他还是带大家回去在2019的他 2019那时候的全国原住民大会 当时的陈时中是如何的来帮忙承诺 可是那也是台湾史上 最近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卫福部有召开这样的一个原住民 健康照护咨询委员会的时间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因为快要三个年头了 到现在原住民还有偏乡的医疗 就被大家给遗忘了 他的新部长新希望 当然是给我们的薛瑞源 一点新的肯定 不过他更想说的是 到底是谁在停滞不前 我们听到的是 陈人中上打选战的第一步 先说台北停滞不前 但真正停滞不前的是什么 有志哥 不是爆料 我不是爆料型的人 如果我是爆料型的人 大概从今天开始到年底 我每个礼拜又一半天 他讲侯友宜一个事情 我讲侯友宜一定挂掉了 你不是把板凳给撤走了吗 对了我把板凳撤了 如果大家想听 不要啦 我不是那种爆料型的人 如果每集讲一个侯友宜 侯友宜大概到年底 大概从椅子上摔下100次 算了我不是 是因为早上我看到 陈时中今天这本书的签书会 发表会 然后在那边签书 因为书要上架了 对 就这么刚好 因为我每天 大概光看脸书 我大概划100多个人 我里面有订阅700多个人的脸书 我每个人都看 包括志豪的汉庭的董哥的 我全部都会看 你的我也会看 你们每一个人都觉得 我好像佩轩我那边跟你玩一玩 董哥的那个粉丝团那边 侯汉庭那边 我都会去看 那我就会把很多的资讯放在一起 那我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感想 因为陈时中现在就是要摧毁 他的人设 因为刚刚董哥讲 陈时中未来有一堆的媒体资源 一定会帮他擦脂抹粉 像这个画面不就是吗 告诉他 哇好棒喔 他在签书 然后呢这个书是他从医的初心 多想当医生 当好医生之后呢 他就去当理事长 理事长当好之后呢 他就当卫福部部长 当卫福部部长 然后于是就把你的快筛都弄得很好 疫苗弄得很好 对 现在大概应该被吐满地了 问题是有没有用 有耶 搞不好真有用耶 对啊 你铺垫盖地的背这样 你信不信 他如果把这个po上他的网路 今天的观看支出一定八万九万 你信不信 会不会是你跟我去看 不会啦 我们大概会 插一下啦 但是跟我讲说会去喜欢按赞 我看一定是他们自己的支持者 有没有用 有用 那渐渐地就把以前讨厌的凝聚回来 一天停个五%回来 还有两百 还有一百四十几天 可以慢慢停啊 对 所以我今天就看了这篇 然后昨天就看到田医师 田医师呢 大概在两年前 因为我追踪他粉专很久 我也是 然后我看原来我去翻 他今天特别高级酸 我的解读室啦 因为田医师我不晓得他心里 是想什么 他第一个就说 哇新部长真好啊 多希望你赶快做一些作为 因为这三年 陈时中答应我们的原住民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也没再开过了 那我就好奇了 这三年做了什么事 那我就回去找 还真的耶 田医师的三年前 他先发了一篇文章 然后他里面就有写说 当时陈时中 来特别参加我们原住民的 一些酒会参会 讲了好多好感人的话 那很多原住民痛哭流涕 然后没多久 2019年旁边那个 智慧原乡健康照护 这是原住民健康大会 就每年都会办一个这个 你可以说他拜拜 可至少原住民的相关代表 可以到里面去发言 你注意我们什么什么什么 就有这个了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连续三年 都没再办这个事了 也没再关心原住民 然后那时候还答应了 什么你可以去找他视频 我答应你会成立 原住民的关怀 什么科室会弄 弄个什么 三年前部没做 三年前部没做 停滞 真正停滞的是 卫福部停滞 不是台北市政停滞 现在是卫福部整个停滞 原住民不在乎你啦 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桃源 根本不在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票 我不在乎你们原住民的票 才多少 全台也才57万票而已 原住民我不要可以吧 这就是陈时中啊 所以你要当他在做的时候 我从医出新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大家 他的心是这样 他的心很爽的啦 他可以讲话不算话啦 他可以答应要照顾原住民 然后没再照顾的 他给原住民每年 然后在那个上面 我们拿着麦克风 讲到田医师都眼眶泛红啊 多感动 然后原住民每个人在下面说 我们立体田医师中 然后里面田医师在讲 哎呀我的陈时中太棒了 你看那些圈起来的字 结果呢才三年 我不相信现在原住民不会痛 当他这本书在写的时候 他又要自吹自擂 你就要提醒大家 陈时中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 当他在讲柯文哲市政停滞 大家今天大报告啊 现在要来开Turbo 拼数月数了 就靠你们动动手指冲一波 请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普普克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